就寫一個很簡單的程式 但這個程式裡面 就包含了所有我們今天想要講的 第一個是如何建立變數 所以特別注意 你就等號其實指的就是把後面的資料 把它賦予放在這個前面的變數裡面 那理論上優先順序一定是後面優於前面 所以如果假設你這邊有計算 他一定把計算結果計算完之後 再把結果放到這個裡面來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計算 比如說你說老師我想要把這個 像剛剛同學有問的一個問題 他說老師我想要做兩次計算 一次是可能是加 那一次是乘 那我希望把這兩個結果怎麼樣 把這兩個的結果把它加總在一起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加再乘 他的想法是應該是這樣 我就把它放進去加的 那應該8.2 那再乘的話應該就乘完之後 應該就乘什麼 15 應該16吧 所以應該理論上是8.2加上16 所以得到的結果應該是24.2 OK 好執行看看 結果他說老師不對 為什麼是16.0呢 OK 不知道為什麼嗎 你說老師為什麼他不會自己累加 他被換掉啦 被自換掉了 對 所以這個的話 因為如果你現在這樣的做法 就是他把它放進去之後有沒有 又再放 他第一次是放8.2 沒錯 但是如果你第二次你又做同樣的敘述的話 他會把8.2 蓋掉 有點像剪貼布的道理 應該各位知道 Ctrl C對不對 你在另外一個地方再Ctrl C 你前一次的就不見了 那這個剪貼布他只有一次啦 這跟變數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兩次你就兩個變數 不同的他就不會把它蓋掉 所以也許幾個做法嘛 你就是NS1嘛 NS2啦 有沒有 所以如果比較沒有那麼聰明的做法 就是1跟2 然後就把1跟2加在一起變3 然後再輸出3比較好了 OK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這邊的話 假設不是太聰明的做法是這樣 NS3 三等於什麼 等於NS1加上NS2 有沒有 加上 ANS2 然後再把這邊改成ANS3 這樣應該OK吧 有沒有 就是丟過去 丟過去 然後再把它加在一起之後 再輸出 輸出之後再把它Printer出來 執行看看 有沒有 這樣應該就正確了 不過啦 理論上 這樣會變成增加3個變數 有沒有 變成123 然後又要多再做一個加的動作 所以其實理論上 如果我也寫過程式 應該不會這樣寫啦 但是如果沒寫過的話 假設啦 如果假 這個是一個解法 OK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這個方法很… 反正你做出來就OK 你當然有比較聰明的做法 可是我覺得你就是不要一直想聰明 因為你就沒那麼聰明 你要想很聰明 你千萬不要 反正寫出來正確就好了 說真的 所以有的時候我不會一直意義性規定說 你一定要寫跟我一樣 要是我 我不會這樣寫 我接下來要講說 要是我怎麼寫 可是如果你寫不出來 你就寫這樣就好了 特別注意 OK 你不要說一定要怎麼樣 這樣就不會錯 你如果要聰明的辦法 就很容易出錯 很容易出錯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個是雖然沒有那麼聰明 可是是安全的做法 那寫程式最怕就出錯啦 所以我是建議啦 你就是踏踏實實的寫 多寫幾樣沒關係 還有它那個錯 如果出出的 不是那種語法的錯誤 是算出的錯結果 那你連那個問的AI都沒有用 為什麼錯 都沒有用 對 所以布秀斑 這個方法一 應該可以知道 方法二我講一下 要是我剛剛第一個直覺是這樣 我就不會一直多增加三個變數 我頂多是這樣子就可以了 就是把它自己本身有沒有 放進去 然後中間加一個加號就好了 OK 這樣的話呢 結果一不一樣呢 執行一下 這邊的話會 我改了 這邊沒有啦 Name不對 這邊忘了改 這樣應該 OK 所以剛剛ANS3沒改到 執行一下 有沒有 結果一模一樣 那好處就是說啦 你就變成要多學一個 聰明的辦法 就是再把自己 放到運算室裡面 做運算 不過吧 我跟各位講 因為我常寫這樣的同學一直 沒辦法接受 老師為什麼他自己 又放進自己本身 這樣感覺好像 有點無窮迴圈的感覺 可是這是聰明的辦法 但是 算了 因為有時候 真的我寫這樣的同學 我還是沒辦法理解 如果你沒辦法理解 你就忘掉它 你就改成剛剛那個寫法 因為結果一模一樣 那有什麼差別 就是多幾個變數而已啊 那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啊 會比較慢嗎 也不會啊 其實會啦 電腦會因為 多增加變數 它可能會多需要耗掉 千萬分之一秒 所以兩個就千萬分之兩秒 對 人感覺怎麼感覺都錯了 千萬分之一秒 你根本沒感覺 意思是說 這沒有差別的意思啦 OK 所以啦 與其這樣 你們就是 那這個順便補充一下 所以今天 基本上重點就是轉型 有三種轉型方法 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多一個就EVO啦 EVO後面我們會用到 好 那這個範例的話 也許最後你就把它Cancel掉 也許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另存一下好了 也許有這個 把它存檔 另存 那將來你存完的 它的副檔名是什麼什麼點 PY 對不對 存的話 我是建議啦 你就把它另存 如果你有隨身點 你就算是隨身點 如果沒有的話 這邊好像不會還原 所以你乾脆在C碟底下吧 也許建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也許叫 有沒有按右鍵這邊可以新增 新增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我習慣前面加一個底線 然後叫Python 也許2024好了 OK 2024我應該有 我不知道有沒有用過 真的用過了 所以我就把2024的 這個2或3好了 OK Python 2024 0 0 2好了 OK 應該真的沒用過 這個 然後開一個 先另存嘛 然後在C碟底下 開一個資料夾 那為什麼 我的習慣前面加一個底線 因為你如果排序的話 假設你的底線 它會排在前面 你比較找得到 打開來 那這個名稱的話 也許就是 我們今天練習的 也許叫 就叫變數 中文名稱是可以接受的 OK 或者叫變數練習也可以 把它儲存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範例主要是針對變數 我們做一些轉型 還有換接的練習 OK 那這一題就Ending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講 下面的這個叫 邏輯運算 那邏輯運算的話呢 我們還是一樣 舉一個實際的範例來說明 如果我今天希望寫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 這個已經寫好了 像這樣 就是我希望如果 我開一個新的module 然後把這個刪掉 一樣 我先demo給各位看 如果我希望寫一個程式 它能夠讓我先輸入年齡 所以執行它 請輸入年齡 比如說輸入15歲 然後判斷是否成年 就很簡單的一個程式 那如果15應該未成年 所以就print了未成年 那如果假設我再執行一次 如果輸入20的話 它會輸出成年 大概就這樣 所以出根後 當然啦 未來我們可以修改 比如說除了成年之外 還可以分成 比如說青年 壯年 你看什麼 青年 壯年 老年好了 反正還可以分 好像聯合國 還有分很多很多的一個標準 那當然你可以再加多重的邏輯判斷 所以如果今天我想要寫出 像這樣的一個程式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把剛剛這個 變數的範例先完成 那思考一下 這個地方如何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先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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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